由中國工程機械製造企業 三一集團掌控的一家美國公司萊爾斯 其中四個風力發電場項目 今年年初亦被三一集團一併收購 計劃在俄勒江州的海軍基地一帶興建風電場 其中一個更加位於軍事訓練限制區內 美國的外資審查委員會分析風電場項目 可能影響國家安全下令停止興建工程 萊爾斯公司隨即提出訴訟 澳巴馬在星期五親自頒布禁令 指有證據令白宮相信中資集團會採取對美國國家安全 造成威脅或不利的行動 基於國家安全口令 禁止華資企業興建風電場 並禁止企業的經理等工作人員進入原定的興建地點 財政部亦發聲明表示 指澳巴馬的決定只是針對這項交易 不會成為針對中國或其他國家在美國投資的判決先例 美國軍方曾經透露 這個基地主要事件先進軍備 包括無人機及電子攻擊機 國防部下屬的網戰司令部也指 中國黑客持續將五角大樓的電腦網絡 列為攻擊目標 有分析認為 大選林近面對對手羅姆尼批評對華態度不夠強硬 容巴馬於是推出針對中國的措施爭取支持 對中國的措施爭取消防局 電腦網絡